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谈到一些男女不同的地方 我们谈到一些男女不同的地方 是神特别这样创造 是神特别这样创造 上帝不会造两个不同的性别 而完全的相同 所以我们之间的配合 也是基于我们有不同的本质 需要对方的相辅相成 所以我们才结为夫妇的 但是基于我们有彼此的不同 我们才因为这个本质 而结为夫妇 那么男人很注重权威 那么男人很注重权威 所以女人的顺从 是男人心里的满足 所以女子的顺从成为 男人心灵的满足 一天到晚跟丈夫争 跟丈夫吵的女子 是没有好的果效的 日到晚和丈夫吵架的女子 是不会有好的果效的 女子对丈夫的顺从 而女子对丈夫的顺从 是男人对女人尊重的原因之一 是让男人对女人尊重的原因之一 所以你们要像撒拉一样的 所以你们就像撒拉一样 撒拉尊丈夫 称亚伯兰为主 亚伯兰尊丈夫 称丈夫为主 女人最尊贵的有两样 女人最尊贵的有两样 第一就是她的圣洁 第一就是她的圣洁 我不是说男人不需要圣洁 我不是说男人不需要圣洁 一个圣洁的女子 但是一个圣洁的女子 是很令人尊重的 是很令人尊重的 第二 选熟 第二 有智慧 有智慧 不是有什么就暴露出她的个性感情 不是有什么就暴露出她的歌声和感情 我们需要有一些含蓄 需要有一些忍耐 需要有一些隐藏 一个有智慧的女子 一个有智慧的女子 必不会急于发怒 急于发言 一定不会急于发怒 在这些最紧要的关头 忍一忍静一下 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 在紧要的关头 静一静 忍一忍是非常重要的 这就把女人的美表现出来 因为这个就将女人的美表达出来 一个粗之大业 一个粗之大业 有言必发 有言必发 有怒必泄的女子 有怒必泄的女子 是很容易拜事 是很容易拜事 不能成事只能拜事 不能够成事只能够拜事 所以中国人说 忍一忍就万里晴空 海阔天空 所以中国人说 忍一忍就会很重要的 海阔天空 在我们有时发生 很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 在我们有时发生 一些很不如意的事的时候 我们特别需要 勒住我们的舌头 特别需要 勒住我们的舌头 讲一句不合时宜的话 讲一句不合时宜的话 会使我们的生命 损失太大 会让我们的生命损失太大 所以你可以说对不起 但是对方很难接受 你可以说对不起 但是对方已经很难接受 虽然你盼望人家忘记 人会常常记得 虽然你盼望其他人 不记得 但是他们会经常想起 当你在激怒或者激情 要表现出来的时候 当你有一份的极怒 要将它表现出来的时候 你特别要靠主给你忍受 特别要靠主 让你能够忍耐 吞两三次的口水 吞两三下的口水 三思要不要讲 三思要不要讲 那么才决定 用哪一种词句 然后才决定用哪一种词句 每一次讲话的时候 你每一次讲话的时候 不是发泄自己的感受 不是发泄自己的感受 是体会对方的感受 是体会对方的感受 这是很要紧的事情 这是很重要的事 很多人恋爱的时候 很多人恋爱的时候 他的占有欲 他的占有欲 就变成自己与别人 没有办法沟通的最大的拦阻 就变成自己无法 跟其他人沟通的最大拦阻 恋爱的时期 是彼此平常试验 别人的个性跟自己 能不能配合的时期 是试验着自己 和其他人的个性 能不能够配合 你就先假设它已经是你的 你就先假设它已经是你的了 先假设 你要绝对的权柄 控制它一切的一切 先假设你有权柄 控制它一切的一切 就是很不智慧的想法 这个是很不智慧的想法 我们要记得 每一个人是一个独特的人 我们要记得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人 每一个人是一个不同的人 每一个人是一个不同的人 每一个人有自己的个性 自己的去向 自己的自由 跟自己的权利 每一个人有自己的个性 有自己的取向 有自己的权利 只有你尊重人的时候 你才有资格 要人尊重 只有当你尊重人的时候 你才可以要求其他人去尊重你 所以在还没有结婚以前 所以还没结婚之前 恋爱的时期 一定要培养起尊重对方 接纳对方 接纳对方 了解对方 了解对方 忍耐等候对方 忍耐等候对方 否则的话 我们会用很简短的时间 毁掉我们很长的计划 因为男女是不一样的 因为男女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地方 就成为特点 也成为弱点 不一样的地方 既成为特点 都成为弱点 把自己跟人不同的地方 当作弱点 来自己看待自己的人 是会进步的 将不同点 当成自己的弱点 那些的人是会进步 把自己的特点 当作是我的长处 来坚守自己的意见 是弱坏事情的 将特点 当成自己的长处 来坚持的话 这个是会弱坏事情 当我们提到 男女不同的时候 当我们提到 男女不同的时候 不要加强 对自己的不同 的自我肯定 跟自我的执着 不要加强 对不同的自我执着 和自我的肯定 要在我们自己 跟别人不同的地方 看见 这是我们有软弱 所以我们需要更新 需要改进 因为不同点 看见我们自己 有软弱 我们需要更新 需要改变 对对方 不可苛求 对对方 不要苛求 苛求就是 太早 用审判的态度 来对你所爱的人 因为苛求 就是太早 用什么的态度 对你所爱的人 我们用忍耐 很了解的心 去等候对方的改变 我们用忍耐了解 来等待对方的改变 你不要记得 本性难移 是一个自古以来 被公认的一个事实 你要记得 本性难移 是自古以来的一个事实 所以要求别人改变 之前 要先苛求自己的改变 所以 自己什么都不改 一直要求其他人改 这是很不公义的事情 所以我们需要将心比心 所以我们要将心比己 结婚之后 更不可以当作 既然分字已经变成一张 不能再收回的值了 我就有特权 随便造作的意思 去嫁怒别人 不要以为结婚之后 已经得着那张 不可以改变的字 就可以将随便自己的意思 来加注于对方身上 所以这种话不可讲 结婚了 你要怎么样 你说这种话不可以讲 你说记得婚了 要怎么样 你要后悔吗 你要离婚吗 你要离婚吗 这句话就是 魔鬼最喜欢 破坏我们家庭的吊钩 这一个就是 魔鬼最喜欢破坏 我们家庭的鱼牛 有些比较肤浅的女子 有些比较肤浅的女子 容易讲一些 容易讲一些 非常不约束的说话 我要跟你离婚 我要跟你离婚 我告诉你 女人讲这话 是没有什么心的 我告诉你 女人讲这个说话 是没什么心的 但是多讲了 男人就听懂了 原来你要离婚了 但是多讲了 男人就听明白 原来你是要离婚 你就给魔鬼留地步 你就给魔鬼留地步 相反的 相反的 男人讲这个话 第一句 女人就听进去了 所以无论如何 男人口里不可以讲 我要离婚 所以无论如何 男人口中 不可以讲 要离婚 男子和大丈夫 既然没有心 要做的事情 你绝对不可以开口 既然没有心 要做的事 就绝对不可以开口 因为你讲 男人说 我不过开玩笑 没有人把你当作开玩笑 男人你说 我不过拿来开玩笑 没有人把你的笑话 当成开玩笑 女人的感受 是很细腻的 女人的感受 是很细腻的 她讲了 她可以说开玩笑 你讲了 她不会把你当作开玩笑 她说可以当成开玩笑 你说就不会当成开玩笑 我一讲就这么多人笑 因为你们都有经验 我一讲这么多人笑 因为你们都有经验 事实就是如此 事实就是如此 男人做一家之主 所以男人做一家之主 要很慎重 要很稳重 要很稳重 不可随便讲细言 更不可不负责任随便讲话 更加不可以不负责任 随便讲话 一言可以兴邦 一言也可以败败 一言可以兴邦 亦都可以败败 一言可以兴家 一言也可以使家破人亡 一言可以兴家 亦都可以使家破人亡 绝对不让离分的观念 占据你的思想 绝对不要让离分的思想 占据你的思想 这是基督徒不应当做的事情 这是基督徒不应该做的事 但是也绝对不可 因为基督徒不可离分 就故意做根专门导弹 但是也不要因为基督徒不可以离分 就故意作紧而随便导弹 特别非基督教的家庭 嫁给基督徒的女子 特别非基督教的家庭 搭给基督徒的女子 既然结了分 你当然是不敢跟我离分 你当然是不敢跟我离分 所以藉着这种武器 这件事都给你倒弹 所以藉着这一点 每一件事都给你倒弹 我要讲一件不太好的事 我要讲一件不太好的事 有一个牧师在美国 有一个牧师在美国 太太很年轻又不懂事 一天到晚跟他吵 太太很年轻又不懂事 一天到晚跟他吵架 反正你是牧师 你一定不敢跟我离分 反正你是牧师 你一定不敢跟我离分 这样搞搞老几年以后 这样搞了好几年之后 牧师忍不可忍 牧师就忍无可忍 突然间讲一句话 突然间讲一句话 我想通了 我想通了 我不要再做牧师了 我不要再做牧师了 我决定跟你离分了 我决定跟你离分 那女子吓死了 从那天就乖下来了 那女子吓死了 从那天就不再乱说 这是不好的事情 这是不好的事情 如果有人利用一些 既然你是基督徒 来欺负你的话 如果有人利用 既然你是基督徒 就来欺负你的话 这种人是不智慧的 这种人是不智慧的 我不是叫你回去 跟你太太说 我决定要跟你离分 不是这个意思 我不是叫你回去跟你太太说 我决定跟你离分 不是这样 我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不可利用别人的优点 或者别人的缺点 来做一些过分的事情 就是我们不可以利用 其他人的优点或者缺点 来做一些过分的事 这是于事无助的 这是于事无补的 所以每一个人要存在敬畏主 体贴别人 尊重别人 了解对方的动机 来谨慎行事 所以每一个人要敬畏主 尊重其他人 来到谨慎行事 好 现在我们要提到 既然上帝把性的功能 放在人心里面 现在既然我们提到 所以你将性的功能 放在人的一边 所以人应当用什么态度 来看性事的问题 所以人应该用什么态度 来看关于性这一样的事情 性的问题是一件事实 性的问题是一个事实 是一件活生生的事实 是一件活生生的事实 性的结合就是爱的表现 而性的结合就是爱的表现 性的完美就是爱的保证 性的完美就是爱的保证 所以结果我们绝对不可以把性 当作一种完事 但是我们不可以将性 当成一种的仪器 也不可以把性 当作一种勒索的工具 也不可以将性 当作一种勒索的工具 性不是单方的 性不是单方的 性是双方的 性是双方的 如果只有性的游戏 而没有爱的成分 如果只有性的游戏 但是没有爱的成分 我们久而久之 就变成过一种动物 跟出类一样的生活 我们久而久之 做过动物 或者畜类一样的生活 相反的 如果只有爱的感受 而没有性的结合 如果只有爱的感受 但是没有性的结合 我们也过了一种脱离现实 只在理想中间 自吹自鸣的那种生活 我们也过了一种脱离现实 如那种自吹自鸣的生活 所以上帝创造天使 是有爱 且不需要性的 那么上帝创造天使 是有爱 但是缺乏性 上帝创造动物 是有性 却不是绝对需要爱 而上帝做动物 是有性 但是不是绝对需要爱 在上帝创造人的时候 上帝创造人的时候 是把性跟爱 两样一同放在人里面 是将性跟爱 两样同时放在人的里面 人不可以过一个 只有性 没有爱的生活 人不可以过一个 只有性 但是没有爱的生活 人也不应当过一个 只有爱 而没有性的生活 人都不应该过一个 只有爱 但是没有性的生活 除非你的性器官 严重破损 除非你的性器官 严重破损 除非你的年纪 已经衰老 绝对无能 除非你的年纪 已经衰老 而绝对无能 那个时候 你就可以以爱 无性地过分离的生活 你就可以过一个 以爱无性的婚姻生活 因为神本来 是这样的创造 因为神本来 就是这样的创造 我们就应当很明白地 就这样接受 我们应该很明白 就这样来接受 我们对性的态度 而我们对性的态度 要用敬畏上帝的态度 来接受 这是神的恩典 要用敬畏上帝的态度 来接受 这个是上帝的恩典 因为这是出于上帝的 因为这个是出于上帝的 是神所造的 是神所造的 所以没有一件 神所造的事情 是不好的 所以没有一件 神所造的事情 是不好的 我们不可以把性 当作是悲贱的东西 我们不可以将性 当作是悲贱的事 因为性的本身 是非常尊贵的 因为性的本身 是非常尊贵的 所以你们应当 尊重婚姻 所以你们应该 尊重婚姻 应当尊重床的关系 应当尊重床的关系 如果我们随便上床 如果我们随便上床 我们就是得罪自己 得罪对方 也得罪创造性的上帝 我们既得罪自己 得罪对方 又得罪创造性的上帝 如果我们故意否定性的可能 如果我们故意否定性的可能 我们是招待上帝的恩典 我们是夺取对方的权柄 我们也是羞辱创造性的上帝 我们是夺取上帝的荣耀 也都羞辱创造性的上帝 也都得罪对方 我们一方面 存感恩的心 领受神的恩典 一方面 以舍己 跟为了复事别的身份 服务对方 一方面 我们舍己 服事人的身份 来服事对方 一方面 尊重对方的需求度 跟我们自己的需要 不一样 产生调和 一方面 尊重自己的需求度 和对方的需求度 不一样 而产生调和 圣经给我们三句重要的话 而圣经给我们三句重要的话 第一句话说 婚姻人人都当尊重 第一句话就是 婚姻人人都当尊重 第二句话说 床不可污蔚 第二句话就是 床不可污蔚 第三句话 犯狗合的人 上帝必定要审判 第三句话就是 犯狗合的人 上帝必定审问 我个人认为 这三句话 比所有婚姻手册 所讲的 所有的话 还更要紧 我个人认为 这三句话 比所有婚姻手册 所讲的说话 更加重要 以尊重婚姻的态度 面对性 以尊重婚姻的态度 来面对性 以圣经的原则 遵守性行为 以圣经的原则 来到去 遵守这个性的行为 以一定要面对 上帝审判的责任感 负起我们 当父的责任 面对上帝审判的责任感 来负起自己 当父的责任 所以上帝说 所以上帝说 分音人人都当尊重 分音人人都当尊重 床要圣洁 床要圣洁 不可污蔑 凡狗合的人 上帝必要审判 凡狗合的人 上帝必定审问 凡尊敬 凡尊行这些原则的民族 一定兴旺起来 凡尊行这些原则的民族 一定兴旺起来 凡尊大这些原则的民族 神会消灭 凡尊敬这些原则的民族 上帝一定的消灭 创造人类的上帝 也是用圣经的原则 来指导我们怎样行事 创造人类的上帝 也用他自己圣经的原理 来要我们去遵守 都用他圣经的原理 来要求我们去遵守 一定要用敬畏的心 对待这个问题 所以一定用敬畏的心 来去看待这些问题 不可把分音的事 当作一种嘻笑的话来谈 不可以将分音的事 当成稀数的话来讲 当我们谈论关于分音 关于性交关系这些事情的时候 所以我们谈论到 分音和性交关系的时候 谈论的我们的这个精神 谈论的态度 是比谈论的内容更要紧 所以谈论的精神和态度 就比这个内容更加紧要 如果你用嬉皮笑脸的态度 谈论这个事情 如果你用嬉皮笑脸的态度 来去谈论这一件事 你会使整个气氛跟谈论的人 使他们变成很卑贱 很没有价值的人 你会让气氛和谈论的人 变成很卑贱 而且是没有价值 但你用很元素 很敬畏上帝的心 谈论世界你们各样困难的时候 你还是很尊贵 但你用严肃和敬畏上帝的态度来说 我们这个世界里仍然是很尊贵的人 所以我们教导我们的下一代 所以我们教导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正视婚姻跟性关系的事情 我们正视我们的婚姻和性关系的事情 我们严正讨论各样困难 各样可能发生的事情 我们严正讨论各样困难 和可能发生到的事情 我们用很负责任的严谨性 来给大家思想 怎样脱离他们的困境 然后用负责任的态度 来帮助其他人 如何脱离这些困境 有一些人因为受到了错误的传统观念 有些人因为受到过去错误的传统观念 产生了两种对性的错误极端的回应 产生了两种错误对性的极端回应 第一种就是把性当作太简单 太轻松太随便的事情 第一种就是将性当作太轻松太随便的事情 如果你是用很随便的态度 如果你是用很随便的态度 很轻浮的态度 很轻浮的态度 对待性的话 你在这个事情上就没有造就性 你在这件事情上就没有造就性 而且会使人想入非非 使人用最轻浮最下见的态度 来讨论最尊贵的事情 让人用轻浮和下见的态度 来讨论最尊贵的事 第二种态度 就是以太过禁忌 太过严谨 太过严肃的态度来看性 就是以太过严谨 太过严肃的态度来看待性 所以结果把结婚也当作邪恶的事情 所以结果把结婚也当成为邪恶的事 把床上的生活当作隐秽的事情 把床上的生活当成为淫威的事情 把正式的婚姻关系都担担 把正式的婚姻关系都担担 这是不应该的 这是不应该的 有一个大学生婚姻工作者 有一个大学生的福音工作者 曾经有过这样的心情和这样的观念 这是真正发生的事情 这个女孩子因为很圣洁 又以为性就是肮脏的 所以她专心要侍奉主 绝对不会谈这种事 因为这个女孩子很圣洁 又认为性是骚髒的 所以她绝对不会谈论这些事 有一天一个男同工找她 有一天一个男同工去找她 很诚心地对她说 很诚心地对她说 我在主里面为你祷告很久了 我在主里面为你祷告了很久了 我盼望你也为我祷告 我盼望你也为我祷告 使我们两个人知道 是不是主要我跟你结为夫妇 被我们在主面前引导 要知道我们两个应该结为夫妇 这个男的讲这话是很严肃 也很负责任的 这个男的讲这话是很严肃 也很负责任的 这个女孩子受不了这种话 但是这个女孩子就忍受不了这些话 她说我要好好侍奉主 你这个魔鬼来找到我 她说我要好好侍奉主 你这个魔鬼来搞妖我 她说大喊大叫 在这里有撒旦 在这里有撒旦 所以她说大叫 这里有撒旦 那个男的变成撒旦 莫名其妙 那个男的自己变成撒旦 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 要退去大家围过来了 要走带大家围过来 要讲下去撒旦没有话讲 要讲下去 但是撒旦没有说话说 所以后来 这个团契的主席说 到底发生什么事 撒旦在哪里 所以后来团契的主席就说 到底发生什么事 撒旦在哪里 这个女孩子大喊大叫 这个女孩子大喊大叫 我正在侍奉主 某鬼进到她的心 我正在侍奉主 某鬼进了她的心 他跑来说要跟我做夫妇 他走来跟我说 你跟我做夫妇 你看撒旦这么做工 你看撒旦这么做工 你看撒旦这样工作 讲完之后 那团契的主席说 这也不是撒旦的工作 团契主席说 这个都不算是撒旦工作 你就应该好好祷告 你就应该好好祷告 你们两个年龄都已经二十七八岁了 你两个年龄都二十七八岁了 他以为讲了这句话 那个人就静下来 他以为讲了这句话 那个女的就会静下来 想不到那个女人说什么 想不到那个女的说什么 我才知道团契的主席也是撒旦 我才知道团契主席也是撒旦 吵得更大声 这个就是过敏症 这个就是过敏症 就是把性的事情当作肮脏污蔑 就是把性的事情当作肮脏污蔑 所以有一些女孩子 所以有些女孩子 结婚五六天 结婚五六天 还是不要 都是不要 让丈夫急得半死半活 令丈夫急到半死半活 不知道要怎么活下去 所以这种事情 是可能发生的事情 有些家庭是很放松很自由的 有些家庭是很放松和自由的 有些家庭是很圣洁很持守的 有些家庭是很圣洁和自守的 那我活在一个家里面 从三岁父亲就死了 那我活在一个家庭就是我三岁 我的父亲就已经死了 我从小就是看见哥哥 又看见妈妈 我从小就是看见哥哥和妈妈 妈妈是很圣洁的人 妈妈是很圣洁的人 早上有一个小时祷告才开始做 每日一个小时祷告才开始工作 所以我一直到我长大十六七岁 没有看过我家里有两个人结婚的 所以我一直活到十六七岁 没有见过我家里有两个人在那儿kiss的 不必用英文嘛 我从来不知道有没有看见的人在我家里就闻的 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人在我家里接吻的 这个是很不正常的 这个是很不正常的 因为我妈妈也不再结婚 因为我妈妈也不再结婚 我哥哥都比我大几岁 没有到结婚的年龄 我哥哥不是大我多少岁 所以都没有到结婚的年龄 所以有一些的观念还是很持守的 所以有些的观念仍然是很持守的 慢慢慢慢才慢慢体会到 所以慢慢慢慢才体会到 这些正常的事是我们不可以随便批评的 这些正常的事是我们不可以随便批评的 所以每一个人的经验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每一个人的经验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教会应当很正同的 很严肃的 也是很关心的来提醒年轻人 大家会应该用严肃和关心的态度 来提醒年轻人 我们现在就要提到另外一件事 现在我们就要提到另外一件事 当我们还没有结婚的时候 当我们还没有结婚的时候 我们感到需要 那怎么办 那我们感到需要怎么办 因为性是一个事实 因为性是一个事实 性是一个呼唤 性是一个需要 性是一个需要 所以很多人在没有结婚以前 所以很多人在没有结婚之前 他们还没有机会有性的这种关系 他们还没有机会有性的关系 那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怎么办呢 那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怎么办呢 所以就变成很苦恼的事情 所以这个就变成了很苦恼的事情 特别是少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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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如果不是受正统教义的教导关怀 如果他们不是受这个正统教育和关怀 很可能他们就在学校里面看那些黄色的东西 很可能他们就在学校里面看那些黄色的东西 或是接触那些黄色的影片 或是接触那些色情的影片 那么这些色情的影片 多数是误导青年 因为制造这些影片的人 通常是为了牟利 通常是为了牟利 为了赚钱 所以尽量大大夸张的姓氏 所以尽量大大地去夸张姓氏 引起清洁的少年人想入飞飞 以后就很想堕落 所以很多人甚至是基督教的青年人 这样一下子就失足 一下子就不能挽回过来 就是这样一下子就失足 一下子就不能再挽回过来 有几个基督教的青少年 有几个基督教的青年人 他们堕落以后 他们堕落之后 我们问他的时候 他们都讲出同样一件事 为什么我想发生性关系 为什么我想发生性关系 一方面 身体性气的呼唤 一方面 冲动 盼望 好奇 怎么样实践出来 一方面 冲动 好奇 盼望 如何把它实践出来 好几个都讲同一件事 好几个都讲同样的一件事 爸爸妈妈的房间 看到那种影片 原来父母都看这种事 都做这种事 哦 原来爸爸妈妈都看这种事 而做这种事 当然父母之间的关系是 合理的 是应当做的 当然父母之间这方面的事 是合理的 也是应当做的 但是很多基督教父母 偷偷看这些不好的新的影片 就是偷偷看这些不好的色情影片 无论动机如何 无论动机是怎样 不谨慎 给孩子发现你看的是这些东西 被孩子发现你看的是这些东西 就刺激他们有这方面的需要 就刺激他们有这方面的需要 就诱惑他们在这些事情上放胆 就诱惑他们在这些事情上放胆 让父母变成了一个试探者 你不是作为好的模范 你不是作为一个好的模范 你就变成 撒旦利用你试探陷落你的孩子 在错误的行为中间的一个工具 你变成撒旦利用你来试探 你的子女落入错误的一个工具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还有许多做父母的人 自己没有减点 特别是难得常常自己寻花问溜 还有很多自己做父母的不减点 特别是男的自己去尋花问楼 没有救的当中 你的孩子追踪你的生活 在未觉悟的中间 不发现自己的子女追踪你的生活 结果他们虽然不告诉你 但他们心灵的身处已经讲了一句话 你到的地方我知道了 你对我到道貌黯然的谣言是骗我的 结果虽然他没有说话 但他发觉你的道貌罕言 结果都是骗人的 根本不是真的你 根本就不是真的你 所以从那时以后 所以从那个时刻开始 他们不再尊重父亲 一个人慢慢走 在冰天雪地里面 一个人慢慢地走 当他快要到鸡昌宴的门口的时候 当他就发去到妓院门口的时候 他很本能地转过来看 有没有人注意他要进到哪里 他很本能看后面看看 有没有人注意到他要进这个妓院 当他回头转哨舍四周围的时候 当他转头掃舍周围的时候 他发现在五六十公尺外面 他十六岁的孩子正在跟着他 他发现五六十米之外 他的儿子正在跟踪他 他突然间震惊起来 他突然间震惊起来 用父亲的权威讲了一句话 用父亲的权威说了一句话 你做什么到这里来 你为什么来这里 回去 他以为父亲原有的权威 这个时候还可以发生效用 他以为父亲原有的权威到现在 仍然可以发生效用 完全没有想到 完全想不到 这一生以后 斥责了这一声之后 他十六岁的孩子哈哈大笑起来 他十六岁的孩子哈哈大笑出来 爸爸不要再骗我了 哎呀爸爸不要再骗人了 我在后面跟你已经两个月了 你每个礼拜一两次到这种地方 你每个礼拜一两次到这种地方 早已经不把你当做爸爸 我一早已经不把你当成爸爸 当你教训我的时候 像威人的父亲 你教训我的时候 像威严的父亲 当你违背妈妈到这里来 像不慈的野兽 但你违背妈妈来这里的时候 像一只无耻的野兽 现在你怎么责备我 我已经决定不听你了 现在你怎么责备我 我已经决定不听你了 现在我要问你一句话 这样的父亲 怎样再挽回他的尊严呢 这样的父亲 怎样再挽回他的尊严呢 怎样遮盖他的羞耻呢 怎样去遮盖他的羞耻呢 怎样重建他的面皮呢 怎样重建他的面皮呢 所以为你后代的缘故 所以为你后代的缘故 我以神扑人的身份 宣告你 我以神扑人的身份 来劝告你 好好尊重自己 好好尊重自己 好好过圣洁的生活 好好过圣洁的生活 好好做你儿女的道士 好好做你儿女的道士 做所有青少年的榜样 做所有青少年的榜样 约束自己 把自己的邪情思义 定在十字架上 把自己的邪情思义 定在十字架上 分别为圣 教给上帝 让主使用 分别为圣 交给上帝 为上帝所使用 这是很了解的 这是很重要的 另外一方面 我要劝青少年 另外一方面 我要劝青少年人 你一定要学习忍耐 你一定要学习遵守圣洁的言理 你一定要学习遵守圣洁的原理 等候神给你的时间来到 等候神给你的时间来到 你享受完美的喜乐 然后才享受这个完美的喜乐 如果你为了一时的好喜 如果你为了一时的好喜 为了肉欲的放纵 你会欲失足成千古恨 你会欲失足成千古恨 有一个年轻的女子 对父母亲严格的教育 身表不满 对父母亲严格的教导 心表不满 忍受许久以后 忍了很久之后 有一天趁着他爸妈妈妈不在的时候 决定离家出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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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不再回来 因为父母的严格 啰嗦的教导 跟整个新时代的气象完全不一样 他已经不能再接受 他已经不能再接受 所以他就离家出去 所以他离家出走 留一个字条在他的书桌上面 留着一张字条在他的书桌上面 那天 他说 他说 多谢爸爸妈妈这一二十年 对我的教导 你的劳苦 你的牺牲 我感激不尽 你的劳苦牺牲 我感激不尽 但是作为现在青年 但是作为现代的青年人 我想我一定要有自己的前途 我认为我一定要有自己的前途 我不愿意在你们严格的教训之下 受约束一生 很对不起 今天我决定出去 永远不回来 好对不起 我今天要决定 离开 永远不再回来 请你不要找我 请你不要找我 我们的关系 已经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的关系到这里就结束了 哇 年老的父母哭不成声 年老的父母看完之后 一笔成声 一生的盼望就是这个独生女 一生的盼望就是这个独生女 只有一张信写在那里 人就出去了 一封信留下 人就出去了 从那天开始 他们吃不知味 他们食不知味 睡不成眠 或作感到没有意义 活着觉得没有意义 两个人越来越消瘦 越来越虚弱 两个人越来越消瘦 越来越虚弱 两个人也没有什么话可以讲 两个人又没有什么话可以讲 因为他们的盼望就是在这个女儿身上 因为他们的盼望就是在这个女儿身上 当他们越来越消瘦披落以后 百病就上升了 当他们越来越虚弱的时候 百病就前身了 这样过了半年以后 这样过了半年之后 在冰天雪地的晚上 是一个冰天雪地的夜晚 他们坐在客厅 他们坐在客厅 忽然发现 远远路上 有一个人正在走向他的房子来 突然间发现 远远有一个人正在走向他们的房子 做妈妈的先睁着眼睛看是谁 做妈妈的先睁着眼睛看是谁 看了好久以后 她对她丈夫说 好像是我们的女儿回来了 做父亲也眼睛看不清楚 你作为丈夫的眼睛都已经看不清楚了 是吗 真的吗 我们开门迎接她吧 所以老人家就开门 在寒冷的天气之中 看着那个影子过来 在寒冷的天气里面 看着那个影子一路过来 看着他颠颠颠颠颠 不像他女儿走路的样子 看着他跌跌碰碰 不像他女儿在走路那样 过了几分钟以后 过了几分钟之后 这个人真的到门口了 这个人真的到了门口了 受不成形 他们注意看的话 他们注意看的时候 那一个女子眼睛下她 惯顾出来 整个脸不像人 她看见那个女子 那个拳骨突出来 眼又陷入去 真是不成人形 再看下去 再看下去 实在就是自己的女儿 实在就是自己的女儿 这个女孩子现在看到 爸爸妈妈也受不成形了 这个女儿现在看到 爸爸妈妈都受不成形了 她差不多要分倒下去 她差不多要暈倒 她抱着她的妈妈 她抱着她的妈妈 妈 赦免我 妈妈赦免我 我背叛你们 我背叛你们 我从窗口看见 男男女女相互拥抱 多么甜蜜 我就跟他们走了 我从窗口看见男女 很甜蜜地拥抱 我就跟着他们走 在这六个月里面 在这六个月里面 我享受了性的自由 我跟什么男人都胡搞 我跟什么男人都胡搞 现在我已经染上艾滋病了 现在我已经染上了艾滋病 有二十六个男人跟我睡过觉 有二十六个男人跟我睡过觉 现在我病很重了 现在我病得很重了 我最痛苦的时候 突然想可能你们还会收容我 所以我决定回来 求爸爸妈妈赦免我 讲完以后 就跌下去 几分钟里面 就死在父母的脚前 这是这个时代的写照 但很多人以为他们可以过自由自在的性生活的时候 当很多人认为自己可以过自由自在的性生活的时候 不知不觉过一个自杀性生活 其实不知不觉过一个自杀的生活 这不是威胁我们的话 这是天天发生的事实 当你到了这个地步的时候 当你到了这个地步的时候 你深深后悔你的性行为 你深深后悔你的性行为 你会重新发现你自由的甜蜜是虚假的 你会重新发现你自由的甜蜜是虚假的 你性的享受是短暂的 你性的享受是短暂的 所付的代价不是以前的 是以后永远不能挽回的损失 是以后永远不能挽回的损失 求主可怜我们 求主可怜我们 我这一堂我就要讲到这个地方 我这一堂就要讲到这个地方 然后下一堂 我们要先解答你们的问题 我们要先解答你们的问题 要再做一些今天要讲的事的总结 然后再讲一些今天所讲的事的总结 现在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现在我们讲到这里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 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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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是我的荣耀 我中最游戏情节 为靠耶稣保学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祢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祢 祢是创造者 祢是创造者 祢是照顾者 祢是启示者 祢是启示者 祢是教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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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是境界者 祢也是应许者 祢也是应许者 在我们生命的道路中间 在我们生命的道路里面 处处有陷阱 处处有陷阱 处处有危机 你的手要照顾我们 你的眼要看着我们 你的眼要看着我们 我恳求你自己圣洁的爱保守我们 恳求你自己圣洁的爱保守我们 恳求真理的灵教导我们 以你真理的灵来教导我们 使我们在你的先知师徒的教训之下 我们在你先知师徒的教训之下 我们真正学习你的道 我们真正学习你的道 真正明白你的理 我们真正明白你的理 更真正顺服你的圣灵 和真正顺从你的圣灵 求你引导我们 与我们同在 我们公正把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身体 生活都交给你 我们公正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身体 生活 交托在你的里面 求主引导我们 求主引导我们 给我们有圣洁的生活 有圣灵的引导 有圣灵的引导 有真理的保守 有真理的保守 过好你喜悦的道路 过讨你喜悦的道路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 我们祷告 阿们 阿们